兩邊都可以喔 放眼望去 人潮真的滿滿滿 根本看不到排隊盡頭 高鐵站內擠得水洩不通 10.5分往跑遠的 排隊隊伍有如貪食蛇 想買票的民眾一圈又一圈 得等上好幾小時 有人想用高鐵App買自由座 卻是難上加難 真的是一票難求 民怨四起 對於App大檔機 也可能是因為湧現人潮導致 二十八號到十月一號 高鐵輸運人次就達到一百零一萬人 特別是收假日更是創下 同車以來單日最高紀錄 不過高鐵不再只是假期人多 就連平日也是熱門大眾運輸工具 在臉書PO出多張自由座 擠滿人的照片 乘客想下車 都得閃避他人 讓中嫂信用保證 基金董事長魏明股笑稱 這是自由戰 期盼未來高鐵 多增加通勤列車 而高鐵回應 現階段每週一千零二十五個班次 就是有大幅提升自由車廂 還有南港到台中區間車有二十九班次 直接有八截車廂都是自由座 未來要如何改善 讓旅客不再不滿 也考驗高鐵智慧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 每週一千零二十八截 將會飲充